8月3日,晨曦已久的中国中球六样市场,终于有了新消息,八甲豪门巴黎圣日尔曼官方宣布,中国女足核心,素有女足梅西之称的王霜正式加盟球队, 千月两年,年近23岁的王霜,实现了自己的流洋梦想,也让整个中国足球界位置一阵,女足球员能够加盟欧洲豪门,除了中国女足一直以来,生产优秀球员的传统外,另一方面也是女足球员之苦耐劳的体现,反观男足,除了俱乐部本身不太愿意放单家球员流洋外, 如今国内连赛超高的薪水,也是男足队员不愿意流洋的重要原因,据著名媒体南邦都市报报道,王霜为了加盟大巴黎,自愿降薪一霸,也要完成自己的流洋梦想, 在国内,王霜的年薪大概,在一百万元年币左右,而王霜加盟巴黎后,年薪仅有五十万元年币,欲动者年薪千万的男足球员相比,王霜的勇气值得称赞,也让男足球员羞愧不已,当然,男足也并非为了年薪不愿意流洋, 事实上,此前张成栋、张希哲、刘洋,包括自费刘洋的张玉宁,都放弃了千万年薪,完成自己的刘洋梦想, 更多的时候,中国男足球员刘洋的障碍都在转会费,此事就说来话长,了,就拿2005年世青赛表现突出的冯湘婷和陈涛来说, 他们本来可以在世青赛后,前往欧洲顶级联赛效力,只可惜俱乐部漫天要价,让他们失去了完成梦想的机会, 2005年世青赛结束后,由于国庆队表现出色,多名球员受到了欧洲豪门的青睐,入选最佳阵容的陈涛,在赛后就收到了比甲豪门安德莱赫特的盖蓝支, 质询的结果也让该俱乐部非常满意,并承诺了陈涛队中的主力位置,不过,同样是陈涛的所在俱乐部是良心的, 漫天要价,让安德莱赫特就此打消了引进陈涛的想法,此后,一心想要转回欧洲的陈涛,开始了与俱乐部的斗争,却换来了三平的结局, 当年中青队的队友赵明曾经也有希望通过恩赐克劳珍的关系转会得以亚车队,不过同样是中国俱乐部的漫天要价,赵明的欧洲之梦也就此破灭, 如今赵明已接近人间蒸发,早已没有了消息,国庆队队长冯萧婷子被德奖豪门沙尔克林斯相中,并将18号球衣,腾出准备交给赵明中国球员, 不过令沙尔克林斯没有想到的是,开出的100万欧元转会本以为能让大连石德这支中国俱乐部无法拒绝,不想大连石德不以为然,提出了300万欧元上一分不卖, 这才让沙尔克林斯收手,以同样的价格从巴西发来了小将拉菲尼亚,并从此成为了对中的主力又后卫,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如今中超射手王吴蕾身上,2013年初,吴蕾随东亚在欧洲拉略,期间和罗超球队交手,并表现不俗,连世纪场都有破门, 当时,罗威连赛冠军莫尔德队主帅,前曼林球星索尔斯克亚询问道, 你们的7号吴蕾贵不贵,转会费大概多少,我很喜欢他,那场比赛,吴蕾依靠灵活的技巧, 在比赛中没拍二度,索尔斯克亚表示,如果7号在我手下踢上一年, 凭他的实力,我觉得第二年可以去踢英超,可惜,索尔斯克亚的报价,被当时的东亚俱乐部,主席徐根堡拒绝, 徐根堡认为,吴蕾的价位至少在三千万以上,而且吴蕾要流量也不该去挪威这种球队, 他应该去把发踢球,所以,真的只能说,一言难尽,雄尔轩。